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而大运河是中华民族智慧的产物 在千年间带动着经济发展和南北交流 当这两条河交汇的时候 会有什么样的奇特景象呢 大家好,我是大琪子 我们的运河之行来到了山东辽城 运河从南到北这一路上 需要经过很多的大江大河 之前我们看过了运河和海河的交汇 现在来到了黄河沿岸 咱们就一块去看一看 运河和黄河的交汇是什么样的 黄河气势恢弘 在历史上因为黄河创造出了黄河三角洲文明 也滋润了广阔的土地 但黄河可并不容易被束缚 在黄河下游地区 河水泛滥也成了家常便饭 历史上有记载的黄泛就不下百次 可以说下游的人民既要依靠黄河 又要不断地和黄河去做斗争 说完黄河 我们再来看一看运河 隋唐大运河通过永济渠和通济渠 在洛阳交汇避开了与黄河交汇的困境 但元朝之后 大运河采湾取直 节省了距离 那就势必离不开要与黄河交汇的窘境 为什么说是窘境 我们都知道 黄河后来流经了甘肃 宁夏 内蒙 山西 陕西等地 在这片区域沉积了大量的泥沙 到了郑州以后 地势平坦了 水流速度下降了 泥沙堆积 让黄河变成了地上河 黄河和运河交汇 最怕的就是黄河水倒灌进运河 一旦泥沙大量涌入运河 河道堆积 势必会导致草运瘫痪 甚至压垮运河河道 整个大运河都有报废的风险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黄河北岸 咱们先看一看 这一侧的黄河和运河 是如何交汇的 其实如今的场景和古时候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第一是因为黄河改道 明清时期 黄河多次或大或小的方向改变 也让运河和黄河的交汇点 出现了多次变化 第二就是如今这一段的运河 失去了航运价值 所以也让我们很难看到 昔日的场景了 如今黄河北岸 与运河的交汇点这里 是一个引黄河水的工程 但在古代 没有如此先进的科技 运河是如何过黄河的呢 元代虽然修通了京康大运河 但就是因为黄河的存在 一直解决不了泥沙堆积的问题 让京康大运河的航运价值 始终达不到巅峰 所以关于元代运河 书中记载的也比较少 一直到明代 这一状况得到了改善 朱蒂迁都北京之后 下令疏通运河河道 把运河当中堆积的泥沙 清理出去 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运河 但是黄河泥沙的问题并没有改善多少 明代黄河又多次咆哮 直到1505年 刘大夏征调山东民夫 在运河被冲绝口的地方 住石顾低 加拿木桩 同时调发河南服役 堵塞黄河绝口 在黄河北岸 修入了数百里的防护大堤 史称太行堤 黄河治理了 运河情况大大改善 但要一直保证运河的水位高于黄河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为了解决水位的问题 人们就在运河靠近黄河的地方 设置了很多道水闸 用水闸来调整和控制运河河道的水位 水闸的原理就跟如今的三峡是一样的 当南下的船只要过黄河时 先要关上后面的闸门 再把前面的黄河水闸打开 高水位的黄河水就会自动流入运河 当运河闸内的水位上升到与黄河水位等高时 船只就可自如地驶入黄河了 而北上的船只需要离开黄河 进入运河 运河上的几座水闸反向操作 等到两座水闸中的水位下降到与运河河水相等时 船只便可以沿运河实力 因为抬高运河导致运河落差加大 所以除了水闸之外 必须要增加运河的弯度 也就是说要在曾经的交汇口修建堤坝挡住黄河 再让运河绕路 绕路的过程中去抬高水位 再找到黄河相对平缓的地方去交汇 这样南来北往的船只就可以平稳地渡过运河了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 局部的河段进行了调整 在明代开了寒庄新河 家运河 清代开了中运河 全曹避开了黄河之险 我们看现在运河和黄河交汇的南端 很明显是不交汇的 南边的河道到黄河大堤之前就戛然而止了 似乎就是复原了曾经的场景 大运河到这个地方就断了 眼前的这一片水域给人的感觉 特别像一小片池塘 后来到了清朝晚期 海运的运力逐渐超越草运 运河没有得到维护 修建还是被不断抬高的黄河征服 运河就彻底废弃了 没有了草运 运河只剩下了瓶颈 昔日船舶往来 潜伏遍地的场景 一去不复返 黄河和运河的交汇 其实就是人们和黄河抗争的历史展现 也是古人智慧的体现 非常有意义 这一段的运河处在一个黎明前的黑暗的状态 再往南走 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到了济宁之后呢 运河就具备了通航的能力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 关注我 带你看更多美丽风景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